其實目前大海新市鎮二期 從這個新市鎮計畫發布之後 到現在二十多年 這個地方都長期的是進線件 所以土地根本沒辦法使用 在這個情況下呢 長期以來在地的發展是被壓抑的 但是呢 因為這兩三年來重啟這個計畫 所以其實這幾年 土地的價值 價格是有被炒作漲起來的 那但是呢 這個土地炒作的價格 其實反映的是 他們為了做這個新市鎮計畫 建商跟政府在區段徵收上的這件事情 然後所做的一個動手腳的狀況 它其實不是真實的反映土地價格 那更不用說一期的房價 目前因為一期已經大概有 可能四成左右的土地 三四成左右的土地是已經蓋起房子 那這些房子的房價其實也是 因為它被當作一個投資的標的 不斷的炒作 所以漲到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那目前甚至已經超過三十五萬的價格都有 那所以這些數字實際上是一直在漲 那這個漲反映的不是真實的利用價值 也就是說不是因為土地利用很有價值 所以地價漲 不是因為房子供不應求 所以房價漲 而是地價因為為了徵收而做炒作 而房價則是投資後的一個惡果 那我們認為淡海新市政二期除了說它對環境破壞 除了說對居民的破遷之外 其實它真的牽動了台灣 呃居住正義的這個議題 因為像這樣子不斷的徵收蓋房子 不但沒有辦法讓房價 那區域合理 反而其實是在催化這個炒作的歪風 所以停止淡海新市政二期的計畫 其實是能夠恢復居住正義的 讓房價地價恢復到 因為它的真實價值而反映出來的價格 那目前因為這種房地產炒作 對建商跟政府雙方都是有利的 所以等於是他們現在是有點合作的態度 其實今天的淡海二期環評的伴走界定會議 就可以看出來 銀建署跟地方的一些仲介和建商 合起來要逼這個環評 盡量的用簡化的 用省略的 用既有資料來做二階環評 那他們的這個聯手的樣貌 在今天的會議中展現無垣 那我自己是很希望 至少環保署要有秉持 他們自己的本位專業 要能夠堅持二階環評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而不是被這個 銀建署跟建商跟房仲的聯手 來讓二階環評變得非常的簡單 變得非常的快速來通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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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